民進黨的立委 杜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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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天林就須跳出來說 欸 不好學白藝喔 如果說我們這個國民黨 他是因為杜天林 杜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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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求要來貼貼調查 我們的法務部是表示 現在正在收集資料 另外 杜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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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天林杜天林杜天林 杜天林 杜天林 那當時進來就是合法申請 所以也沒有違常現象 所以我們當時是沒有 有统战机构的盟员的身份 目前了解中 国民党理论欧宏明这时 不只是提出丢天林的资料 另外还希望 法博博对行政医护育党提问 社会不敢越做开办公的事情 这个调查 看这段压片 是不是有设计教 尽会技术的变质 要求在一星期来 提出上官报告 这个资料我会转用给 承办的机关 还有建设的机关 他们来处理 但是能不能在一个礼拜内 这不是我能做决定的 我要尊重这些专业处理的机关 他们赶快处理 那我想只要有答案 立即的来回复 总统理论台三的日期就要到 国安局政策委员 之前建议说 中共与立身国的形态 越来越正硬化 是不是有所应用 国安局二人在立法院说 有进行到一些情绪 严谷社会不会固然 那是有愉快的修正 将会交给上官单位做处理 记者综合部读 这就是有限述的 我去看了 我们去看了